我们注意到美方言论 近年来 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建设 包括空军主战装备建设 取得长足进步 但还有不少发展的空间 对此中方是有清醒认识的 长期以来 美军舰机对华进行大范围 高频度的抵禁侦察和挑衅射压 严重破坏中美两军互信 严重危及双方舰机和人员安全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人民空军肩负着保卫国家领空安全的神圣职责 必须强调指出 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敢于亮剑 善于亮剑的